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是呀 干什么呢 护士长 干什么呢 天使病啊 护士长 刚才那俩警察 是不是要把何医生给带走啊 是啊 闭上你的乌鸦子 别胡说八道 你看 这是人要起诉咱们医院的 这怎么胡说八道呢 就是啊 你要不他们俩来干吗呀 就是 别瞎起哄了 忙你的去 去去去去 去 来 教主任 方法您在 麻烦您安排一下 让所有人开会 好 来 请 好 好 大家都坐吧 还有人在看 今天的报纸大家都看了吗 看了 看完 记得拿去资源回收 可以扔了 跟大家宣布个好消息 六十四床前太太的小孩 已经找到了 真的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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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真乱信了 真好 是啊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六十四床的家属 这么说也许不太准确 直接说吧 钱先生 已经撤销对医院的起诉了 谢谢 接下来的事情 还是让刘警官跟大家说吧 这件事情 我和大家一样 都被忽悠了 其实 钱太太的孩子 根本就不是钱老板的 是 钱老板 结过一次婚 后来离了 其主要原因 是她 一直想要个儿子 但原来的太太 只给她生了两个女儿 离婚以后 钱老板本想再找个太太 遗憾的是 一次车祸 让她丧失了生育能力 这件事情 也就醒目通了 后来 她叫的保姆小玉 也就是 现在的钱太太 怀上了男朋友的孩子 钱老板 无语当中得知 这个孩子 是个男孩 她就和小玉 做了一笔交易 她和小玉 签署了一份婚姻合同 先结婚 生完孩子以后半年 再离婚 钱老板 给小玉一笔钱 条件是 小玉以后 再也不能见这个孩子 这种事 后面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小玉生完孩子以后 后悔了 所以她就利用何医生 通知了孩子的生父 说她和孩子 都在第一产课 于是当天夜里 孩子的父亲 就把孩子抱走了 搞了半天 还是对苦面约呀 对啊 你看我就说吧 这里边肯定有猫腻 怪不得这钱太太 她不承认是 她让何医生 去打的电话 那她要承认了 这不总是接手自盗吗 是 那这事总得有个说法吧 钱老板和小玉 签订的婚姻合同 是违法的 所以她们之间的 一切约定 都不受法律保护 换句话说 钱老板的行为 有人口买卖的嫌疑 经过双方律师的交涉 钱老板也为了避免 法律对她的进一步追究 已经同意和小玉协议离婚 并且将孩子 交给她的亲生父母 他妈呀 这么狗血的剧情 小包记者都编不出来吧 怎么就偏偏被你给赶上了呢 别的笑话 何医生 恭喜你啊 这下你可以放心工作了 谢谢 谢谢 何医生 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小玉虽然有主动自首的表现 但她也有对你栽赃陷害的事实 所以从自身的权益出发 你有权起诉小玉 告她 必须告她 要不然咱们都咽不下这口气 对 差点把你给关进去 这种人品就得给她点颜色看看 要不然以后还得害人 对 警察同志 谢谢你的提醒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吧 她自己悔悟最重要 好 何医生 这么说你不准备起诉小玉了 算了吧 其实也没多大影响 来 行 何医生 小主任 我和孩子的父亲 来给你们赔罪了 何医生 对不起 你来个话站起来说 快站起来 快站起来 我们全家都见得起了 我们让你遭了罪 你就救了孩子她吗 救了我们全家 我那么对你 你还做手术救我 我真该死 这次要不是你跟萧主任 把我们请了律师 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 那个合同是违法的 可能一辈子都要不回孩子 快起来吧 不是我没鼓起 既然签那种合同 我真不是个男人哪 好了 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了 这么说我的罪也没白受 快起来吧 来来来快 你们这这干什么呀 萧主任 萧主任 各位医生 遇到你们是我们全家的福气 等孩子长大了 我一定让他好好报答你们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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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同心协力 把这个孩子抚养长大 好好地教育他 让他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这个 才是最重要的 来 让我看看 小眼睛也睁开了 你刚刚都睡着了 宝宝 来 喂 赵医生 何医生 我约了五床病人的家属 在咖啡厅里 你过来吧 咖啡厅啊 好 我现在过去 我觉得真对我们要做这个检查 不然的话 您好 黄先生 您好 您请坐吧 不好意思把您请过来 但您太太并不让我们找你 没关系 不过的时间比较紧 有什么话 紧直说吧 是这样 我们想请你做一下太太的工作 配合我们做一个TCT检查 目的是为了排除癌前病变 癌前病变 对 没那么严重吧 我太太除了有点出血 没有别的不舒服 妊娠晚期出血呢 不论伴随腹痛与否 都是不良现象 如果不及时诊断的话 很有可能会耽误病情 您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坦率地说 我和我太太 都比较抗拒过度检查 可这个不是过度检查 对 我太太曾经在另外一家医院 做过一次内诊检查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可是这个检查的过程 却不太愉快 当时医生的态度不大好 而且我太太伴有疼痛出血 后来她看过一篇文章 说这个内疾不大 可能会引发孕妇流产 所以 其实内诊检查呢 是有可能会出血 但一般对胎儿影响不大 孕妇流产的可能性 更是微乎其微 这点您不用担心 你不明白 这个孩子 对我们很重要 我们结婚十五年了 一直没时间要孩子 这次是努力了三年 才怀上的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所以我太太和我 不想有脑派任何一点的闪失 所以我太太和我 还好吧 出血量大概多少 不多 您先生是不是出差了呀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很少见到她 她比较忙 您要出去 我去卫生间 来来来 我扶你 慢点 谢谢啊 现在的病人太脆弱了 一次产检不愉快 就怀疑是在过度检查 其实林子大了 什么鸟没有啊 谁一辈子还能不碰上 几个不靠谱的医生 我妈老跟我说 医生最重要的 是得到病人的信任 而这个信任呢 是来自于医生 对病人的真诚 咱们还会真诚吗 可他们认为 医生是一个整体 所以一个人不好 对这个整体的信任 都会大打折扣 那你的意思是 咱不太正确了 当然不是啦 可你没听她老公说吗 她认为 这有可能是 最后一次怀孕的机会 所以即使是癌症 也会先把孩子生下来 与其现在去面对 不如将来把孩子 生下来以后再面对 是吗 是这个意思 所以 他们既然已经 做好了准备 但我觉得可以 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 先享受一个 没有阴影的幸福吧 喂 喂 什么 知道了 怎么了 补床胎儿窘迫 百分之五碳酸氢纳精低 纠正酸中毒 碳酸氢纳精低 调整一下体位 来 回医生大方 小心 小心点 静脉注射葡萄糖和维生醋C 它怎么了 你快去吧 我去吧 大夫 没事吧 您放心吧 情况不严重 我们再观察一下 好 何医生 叫肖准全科会展 知道了 TCT结果出来了吗 不好意思 家属没有同意做内检 你不是和病人的沟通能力很强吗 林医生 这本来是你的事啊 好吧 既然已经出血 并伴有胎儿脚脱 已经有了手术指针 抛了吧 好 做好新生儿抢救准备 周护长 让护士检查吸填器 准备新生儿专用插管 齐带穿刺针 好 一定要查清楚出血的因素 在这儿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说一下 毕超已经排除了前置胎盘 和胎盘枣布 我倒想到一种可能 虽然十分罕见 但是症状也是中晚期 无痛性出血 可是这种情况总是被人忽视 林医生啊 时间解任务重 赶紧说吧 我想说的是 应该是胎盘血管前置 血管前置 我在想 会不会是宫颈案 哪儿那么多癌症 还是多考虑一些产科因素吧 大家说的都不无道理 手术时 一定要逐一仔细检查排除 知道了 这个手术您来吧 好 何医生 你做助手 好 林医生上二助 为什么 怎么我是二助 好了 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小主任 怎么能这么安排呢 明明是我的病人 我却成了二助 请尊重主刀医生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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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胎儿窘库 我们的动作一定要迅速准确清准 好 手术开始 手术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没有看到辅助血管 没有 准备放火 儿子 儿子 喂 妈 怎么这么快呀 胎儿有点缺氧 手术提前了 不过医生说 应该没什么问题 那也要当心的 好 没事 卫主任 产科的因素已经排除了 那宫颈癌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何医生 出血的原因有很多 除了产科因素 内分泌失调 膝肉炎症 损伤 甚至是全身性疾病 都有可能引起出血 你干吗老丁这宫颈癌不放啊 丁医生 宫颈癌对病人的危害最大 何医生这么想没错的 他真是脾气 你别在意 他真是脾气 你别在意 没关系 卫主任外科喊您去会诊 好 我知道了 该查的还是要查 嗯 嗯 小准 请进 我想找你聊几句 请坐 对了 听说你的手术很顺利 恭喜 我不是来聊手术的 小准 你知道我跟曲兰的关系吗 我们俩从小是一个月长大的 小学 中学 更是同一个学校 我的爸爸 曾经是这家医院的院长 我的妈妈更是这家医院的领导 而且曲院长 游主任 是我的干爹和干妈 所以 你别误会我的意思啊 我来找你 不是需要你的关照 我也用不着别人的关照 明年我就要去我妈妈的医院 当院长了 这件事情我听你曲兰说过 恭喜 我来这儿 就是想表明 我跟这儿的其他人不一样 当然了 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特殊 我说的特殊并不是指男女关系 我不会追你 也不想成为你的女朋友 我看得出来 我看得出来 你不是一个等闲之辈 你的学历 你的才华 再加上干爹曲院长这层关系 你将来肯定会大有作为的 但是仅靠上层关系是不够的 你还需要有脚 用过去的话说就是群众基础 这样 你才会处于不败之地 我真的没明白 您找我是要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 我们俩应该成为好朋友 我们之间这层特殊关系 并不需要被其他人知道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一切还和以前一样 你是主任 我是医生 你可以训我 骂我 我呢 可以跟你吵架 但是我们彼此心里都清楚 我们不会伤害到对方的实际利益 你同意吗 意思是即便我们吵架了 但 您是站在不伤害我的实际利益上面 处罚的 是这个意思吗 林医生 我真的非常欣赏您的坦诚 那说定了 好 好 好了 萧主任 既然我们俩现在是好朋友了 那么接下来 我要提醒你注意两个人 一个是朱爱萍医生 他有点喜欢你 他的男朋友赵鑫在你来之前 算上一个帅哥 你来了以后 我们都能看得出 朱一生有点喜欢你 朱爱萍这个人很物质 而且很会勾引男人 你可不要上他的当 还有就是何医生了 何医生这个人 表面上很柔弱 但是其实心里非常有注意 也许有一天 你会败在他的手上 败 我可不是微言耸听啊 何医生为了要表现自己 就会损害到其他人的利益 这个其他人也包括你 我 那天我们在办公室 看到网上有一些关于你的评论 何医生就公开表示 你这个人不了解国情 宫内教制不切实际 他是怎么说的吗 我是不会骗朋友的 人心隔肚皮 老师 小主任 以后要多留意了 我先走了 听我问候取栏 咱们大家总算虚惊了一场 这下可好了 你该放心了吧 放心放心 你看他这眉毛眼啊 跟他呀小时候一个样 这会儿啊 咱们可以做爷爷奶奶姥姥爷了 谢谢老伯 小宝贝 慢点慢点慢点 慢点 轻慢点慢点 你轻点 没事 没事 妈 人家是专业的 我好像是 真可爱 真可爱 没错 没错 真是 真是 黄先生 小蓝你一定要多吃 我能跟您聊一聊吧 等一下吧 好的 保证我孙子有奶水 你看这奶奶 好 等一下 好 好 多休息 一定有休息 好 谢谢 你也要跟你休息 绝对休息 好 黄先生 我知道您特别忙 关于上次我跟您说的 您太太做内检的事情 咱们是不是可以抓紧时间 安排一下呀 对不起 我太太还是不大想做检查 我尊重她的意见 可是如果 黄医生 你也看见了 孩子刚刚顺理出生 我们全家都特别高兴 我不想在这个时候 坏了大家的好心情 希望您能够理解 对 儿子 咱们先回吧 让小男好好休息休息 走 不好意思 咱们先回来 咱们 我能跟您再聊聊吗 何大夫 您是真的很执着 有什么话说吧 我想问一下 您太太在怀孕期间 有没有出过血 我长期在国外工作 所以还不太清楚 那您这中间回来过吗 大概半年前回来过一次 我想问您一些私人的问题 就是你们 有没有过夫妻生活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就是想知道 您爱人有没有出血 或者接触性出血 如果 如果有呢 那就很有可能是子宫静癌 子宫静癌 对 不会嘛 所以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才能确诊 那既然撤也好 我去做做她的工作 太谢谢了 不过你别跟她多说什么 好 来 谢谢了 慢走 我把它来淋掉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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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什么 我眼镜去哪儿了 除了眼镜还丢了什么宝贝 你什么意思啊 是这个 这怎么在你那儿啊 不是说不联系了吗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这么回事 之前一直听何欣说 她母亲在研究产核大出血 要出一本书 所以就拿来了解一下 了解就了解嘛 干吗藏着掖着呢 我先上去了 我 我还没说完呢 你还想说什么呀 我 我们能聊聊吗 是 我是有点嫉妒 那将心比心 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那你心里能好受吗 昨天晚上我一夜都没有睡 反来覆去地想 不过我后来也想明白了 当年你跟我结婚 也不是为了爱我 是因为她才跟我结婚的 是因为她才跟我结婚的 对吗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知道是过去的事情 我们俩夫妻这么多年 虽然不是很浪漫 但是 也是平平安安的 其实我挺知足的 我今天跟你说胡亚婷书 搞的这个事情 没有别的意思 既然耿老已经把何静留在医院了 将来胡亚婷的事情也不可能完全避免 既然不能完全避免 那我们就 应该一起去面对 好吗 以后 这些事情就别瞒着我了 不管怎么样 我跟胡亚婷过去也是好朋友 我不应该让你太为难 盛美 你能这么想 爸 我非常感激 答应我一件事情 一定要当院长 你爸爸去世得那么早 要是他在的话 我怎么会连八百万餐书都拉不到了 好了 政委 我答应 还有 你不要离他女儿这么近 别跟他走得那么紧性嘛 是 是 是 腿张开一点 你必须得放松 你要不放松的话 我没办法做检查 放轻松一点吧 还 还要做多久 你要是想快的话 让你太太配合我一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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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医生 十一分钟了 坚持一下吧 怎么有血 做检查嘛 你正常的 丽莎 几点 做检查呢 你让我清什么呀 做完了吗 虽然样本产期完成了 但是因为宫颈暴露得不够充分 我还要做一个宫颈管的骚瓜术 这样才能进行病理组织活检 什么意思 就是个小手术 什么 还要做手术 我不做了 我不做了 送我回病房 送我回病房 您再坚持一下吧 已经到这个步骤了 应该很快的 再坚持一下好吗 不 我疼 我受不了了 我要回病房 送我回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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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回病房 林医生 病人都说不做了 黄先生 请你再考虑考虑吧 病理组织活检疑很重要啊 这是什么态度 真的对不起 做谁呢 说你 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 我就这态度怎么了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可以换医生 不过我要提醒你 如果中断检查 这个责任要你自己 你自己说的 签字吧 黄先生 送我太太回病房吧 黄先生 你再考虑考虑吧 不用了不用了 我们坚决不查了 这可让你自己说的 签字吧 黄先生 这 送我太太回病房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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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签字了 零医生 以后我们对待病人 是不是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啊 你这话是在对我说吗 病人以前有过不愉快的产检经历 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她丈夫 所以我就得吼着她是吧 为了不损伤黏膜我已经够耐心了 你又不是没看见 我是指我们说话的态度 可不可以再好一点 那你又不是没看见 他对我什么态度 你们聊什么呢 气氛这么凝重 没什么 五床太紧张了 内检的时候肌肉收缩强烈 取缘不太顺利 这不很简单吧 找机会再做次内检不就行了 算了吧 我看这事比登天还难 那也不能放弃检查呀 是我放弃的吗 明明是他们主动放弃的 这字在这儿 欠得明明白白 何医生你什么意思 你现在让我跪着去求他们吗 病人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 可是我们医生 怎么能跟病人置气呢 照你这么说 我们医生就不是人了 医生就应该给病人当老妈子 他们说什么都得哄着 唯命是从是吧 你这个话没道理呀 我当医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还从来没见过病人 限制医生检查时间的 何医生 这就是你沟通的结果吗 谢谢你们 别跟她生气了 林医生 那是出了名的大小姐 她怎么可能看病人的脸色形势呢 可是病人现在 她不愿意再检查了 你说怎么办呀 你现在有时间吗 有啊 跟我走 好啊 你还记得生命里 遇到的人吗 那些或血手或插尖 的幽远人啊 你还记得青春里 走过的路吗 那些或快进或停留 的人生呢 你还记得爱情里 经过的人吗 那些或清晰或模糊 的有情人啊 我们曾经只剩放弃 的那个家团 那些被挥霍被遗忘 的瞬间啊 嗯 许多年过之后 站在熟悉的路口 被世界的打手 追到回忆的尽头 青春没有新酒 站在往事的背后 爱情可是很久 你还记得爱情里 经过的人吗 经过的人吗 你还记得爱情里 那些或清晰或模糊 有情人啊 我们曾坚持成放弃的 那个家团 那些被挥霍被遗忘 那些被挥霍被遗忘 的瞬间啊 许多年过之后 许多年过之后 站在熟悉的路口 被世界的打手 追到回忆的尽头 青春没有新酒 站在往事的背后 爱情可是很久 你至今才在心中 你至今才在心中 许多年过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